我們全都在抗議 成千上萬埃及人在開羅的解放廣場聚集 紀念導致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下台的起義一周年 尼亞里亞北部城市卡洛一間警察局受到炸彈襲擊 一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 因為和24名伊拉克平民在哈迪塞鎮被殺有關 被判鋼級處分,但不用入獄 泰國在慶祝農曆新年放煙花時發生爆炸 造成最少3人喪生,超過50人受傷 澳大利亞東北部暴雨成災 一年前同一個地區發生過導致傷亡的洪水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國情之文演說當中 概述了稱為可持續發展的新經濟藍圖 但共和黨指責有關政策只會阻礙經濟增長